谷扑11月10日训拜仁官方确认,此前感染新冠的聚乐已经提前结束了隔离,恢复了训练。 聚乐参加了周二拜仁的全面训练,9天前聚乐被检测出新冠阳性,而后所有的检测均为阴性。 在与卫生部门沟通协商后,整个隔离期间身体状况良好的聚乐提前归队。 而根据慕尼黑晚报记者Maximilian Koch透露,在俱乐恢复训练后,勒夫想和弗里克谈论一下他能否可以参加德国同乌克兰和西班牙的欧国联比赛。